咱们继续讲 吴老二 简单的本破书 后手中炮 影飞向局 红方补了视像 就不怕你进炮 因为进马是先手踹 然后快速出局 所以黑方正常上马 红方来了一个编码 这个是编码 这个很可能就正码 所以禁足先制约 然后红方又来了一个编码 江湖雅号双飞燕 邪门布局 说明红方是弹子炮的发烧友 那惧怕低头 红方正好高居 先手捉马 我们就进马 解桌还桌 黑方出局 但是红方弹子炮 滴水不漏 所以进局骚扰 打乱黑方的阵型 黑方解桌后 拂有恶手 有什么呢 准备上马 红方一打 交换以后还做霜 得死 而且 红方的弹子炮就破了 所以这个炮 要抓紧 脱离局口 因为红方感觉 黑方局也下不去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捉这个无根码 下面红方能不能退炮闪击呢 如果退炮 进马是登局 在进局的话 就吊住 反正这个马 比杜鹅还圆 所以红方经过 缜密计算 弃马攻杀 虽然丢掉一个马 但是一砍像 就来攻势了 进局一点 平局一锁 绝杀无业 所以这个时候 黑方只能砍炮了 对不对 谁要说对 我跟他没完 为什么呢 哎 黑方 开撸了 当然这个时候 红方不能退向 咱们也看一看 因为白凤 势不能动 只能电炮 继马 又带着想 只能扬势 然后咔嚓 请上来 一招 逼命 那有的 戏友可能会说 我十五金六 当了炮价 我应该十五金四 黑方就回马进枪 请上来 摆平炮 照头一望子 老帅 左右都不能动 只能 电枪 退局一将 只能电炮 咔嚓 就消了 然后 就没有 然后了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退向不行 退市行不行呢 如果退市 你别老想着抽人家居 打仗不靠人多 那走什么呢 咱们讲的是 民间手抄本 野路的大权 走法要暴力 怎么走呢 哎 弃鞠躬杀 红方不杀鞠都不行 对吧 因为你进马 拖底杀气 所以他只能是杀 尽马一将 老帅回不去了 只能尽 平炮一将 只能发出来 然后 又没有 然后了 所以 当前局面 红方 红方只能 退炮 结疆 黑方 就上马 申请 铁霓栓 红方 只能通过 代行 来支援 解杀 那杀就解了 对不对 幸亏这个局 还有根 下面 黑方怎么突破呢 平炮 干什么呢 准备硬砍这个局 打没杀气 所以局要闪一下 进局 干什么呢 准备一打 一砍杀气 所以 红方 只能是退局 宝箱 捉马 先咔嚓 虽然有局 但是不影响砍项 因为这是叫杀 这个一砍炮 只能退局 就杀气了 所以红方 不杀白不杀 反正 无所谓 然后 拜拜